第十四卷第一章 通天斗法 月光朗朗四下分明 那黑衣人轻受鹰挺 不怒自卫 赫然正是慎楼成主 乔雨 持有惊骇狂喜 热泪盈眶 一颗心险些要爆炸开来 当下便要冲出树林 燕紫苏默地将他拉住 低声道 呆子 你爹 你爹 有些古怪 像是被妖人附体了 赤油心中一灵 乔雨眉宇之间 邪气甚重 目光呆滞 嘴角挂着奇怪的 鹰雾笑意 与从前正气凛然 鹰雾果掘的形状 大不相同 何况父亲素来不善音律 又如何会吹奏这诡异的古笛 又如何有这般阴邪可步的水属真气 莫得想起先前段玉凯所说的 乔城主还在那妖魔的手中 心下更是猛的一沉 难道父亲果真被什么凶利的妖魔元神 既体了吗 一时惊怒骇惧 冷汗沉沉 当事实 轰声巨响 漫空水浪 那通天河冲天乍飞卷起的十丈巨大水墙 携带精神害鬼之势 朝着白地猛的当头砸下 气势雄猛 水墙未至 河岸草地疏的泵裂无数细缝 一道巨大的气浪 在水墙与万千水球的挤压下 漠然蹦爆开来 宛如无数光湖涟漪 瞬间扩散 在月光下闪过万千耀眼荧光 轰然连声 气浪光湖撞击玄武 四周的树木僵尸纷纷崩碎 裂断横飞 白地盘膝而坐 悠然吹熏 熏声苍凉背阔 身侧白光气墙 慢慢旋转 凝重致缓 如脱带万君之物 头顶九块巨石 轰然气和 严严实实 刹那之间 他仿佛置身在一个 密不透风的银白光柱中 喷嚷 巨响之声 击连蹦爆 光芒炫目 气浪飞差 水浪如暴雨倾盆 巨铺飞泻 两岸树木 摇摆断裂 碎之乱舞 吃油与燕子苏 站在树梢上 只觉四周白蒙蒙的 尽是七米水雾 如置身 惊涛骇浪中 跌宝起伏 气息翻涌 燕子苏 衣衫古舞 飘飘欲飞 若非紧抓 吃油大手 只怕早已被 那巨大的冲击波 抛飞到九霄云外 古敌凝丽 欺轨 真气阴寒汹汹 狂风怒舞 气势滔滔 吃油 身在数十丈外 仍不得不凝神聚气 抵抗那一散撞来的 层蝶气辣 体内翻江倒海 心中惊怒更甚 此妖真缘之强 绝对在神级之上 自己若想要将它 破出巧语躯体 实在是难如登天 但父亲 玄系此人之手 生死攸关 岂能退去 暗自咬牙打定主意 即便粉身碎骨 也要将这妖魔 驱除父亲身体 却听古敌 凄厉 破云 轰的一声爆响 万千水浪 呼得冲天飞卷 盘旋绕舞 在月色中形成 巨大的水龙 无数水球 环绕水龙 电速旋转 突然纷纷 汇入水龙之中 数以万计的尸骨 幼虫 在那滚滚水龙中 急速如动 色泽炫目 远远望去 犹如一条巨龙体内的 亮黑脊柱 水龙横空怒舞 通天河上游 汹涌而下的滔滔河水 随着谷笛破空冲起 持续不断的 汇入半空的水龙中 越胀越大 转眼间 便变作直径六七胀 长四十余胀的妖物 滚滚盘旋 在上空缭绕飞转 两岸狼藉 草木惨败 茂密的森林 竟似被龙卷风横扫卷席 或断木劣枝 或连根拔地而起 无数僵尸鬼兵 层层叠叠地包围着白地 发出震天架响的嚎哭 白骨缤纷 腥臭浓郁 白地依旧盘膝坐地 周围白光真气 炫武依旧 顶上九块巨石 契合成的石墙 也完好无损 虚发四缸 衣昧如铁 周身如连地磐石 只是四周的草地 都已经列为万千 山洞巨凤 不断的 有浑浊的黄水 鼓鼓冒出 四周地上堆满了爆裂的尸骨残壳和粉碎的白骨 适才黑衣人 这清河裂地的万军连击 竟不能奈白地和 黑衣人哑声笑道 白地陛下的脱体同山果然厉害 不过这熏声悲欲迟致 听来脱泥带水 可就不如何高明了 话语间 古笛悠扬跌宕 空中那水龙随着韵律上下翻滚 蜿蜒废物 四周数千僵尸鬼兵 哭嚎着围龙紧逼 在白地身侧冲击绕走 白地恍然不觉 只是低手垂勋 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悲凉刻骨的跃声中 那悲怅而雄壮 苍凉而沉郁的旋律 缓缓缭绕 头顶巨石顿挫盘旋 一点一点的压了下来 白光闪耀巨石疏然默体而过 白地竟默地化作一尊石人 只是食指依旧在微微跳动 口唇西张 熏声悲凉依旧 笛声鬼秘 真气阴寒凌厉 霜风鼓舞 冷气森森 不知何时 通天河河床冰霜凝结 在月光下闪耀着金属似的光泽 林中草地 寒露似珠 闪闪发亮 慢慢枝烧上 罩盖着厚厚的白霜 就连吃油与烟紫苏周身上下 也浮了一层薄霜 被真气所及化为流水 却又立即冻结 烟紫苏站在树梢 周身冰冷 牙齿大颤 忍不住往吃油怀里钻去 颤声传音道 此人的冰寒真气 好生厉害 寒冰宫的风道森 比起他来 真不知差了千百倍 吃油念力感应 心中凛然 那黑衣人的真气 仿佛汪洋大海 深不可测 冰寒彻骨 当日自己在日华城外的树林中 与黄河水博冰仪激战的时候 便曾害意其冰寒真气的灵力浩荡 然而 与今日这黑衣人相比 冰仪却又相去甚远 但这黑衣人真气最为古怪之处 却并非其身远 而是犹如乱流穿梭 混杂无序 自己虽非身处其真气攻击的中心 也觉得万千极寒气流 灵力缭乱 变化无形 莫测其始终 不知其究竟 竟不知该如何防御 如何抵挡 倘若那黑衣人此刻全力进击的是自己呢 一念即此 心下森寒 以他眼下之力 要想击败这妖魔 已是难如登天 而想不伤父亲屈身 将妖魔元神破除其体外 更是尽于不可能 当下思绪飞转 苦苦私存解救父亲的方法 这时水龙轰然怒舞 犹如天河以利横空 又犹如巨蛇盘旋 择机而逝 随着笛声瞬息变化 突然俯冲卷缠 突然甩羊腾舞 于那四面交迫的阴寒真气 慢慢围困的尸骸鬼兵 组成立体阵势 八方挤压着白帝 似乎要将他生生缠脚击碎 倒到荧光气浪 撞击在石人寺的白帝身上 轰然翻卷 四下蹦飞 一圈圈的冲击波 排山倒海寺的反撞汹涌 万千树木 青岛断舞 林涛狂死 白帝窥然不动 似乎已与天地同化 熏生悲凉壮阔 如昆仑日落 沧海月明 吃油心下一栋 村下 是啊 这妖魔的真气混杂凌乱 变化难料 若是一心想着变化对抗 正着了他的道 白帝已不变应万变 反而使得妖魔的万千变化 都毫无用处了 心中大有所悟 正自大喜 但玄机又响 若非白帝真缘其强 换了他人 只怕立即被打成肉酱了 若非真缘相当 这不变应万变 终究是一句空话罢了 想到此处 心下不免 微微沮丧 燕子苏醋眉头 呆子 你爹的左胸腹 也有一处伤口 并是那妖魔 以九名尸骨 控制你爹的神石 然后又附到他的身上 柳眉一阳 传音道 是啊 这妖魔既是水药 土性火性 稍有不慎 便会魂飞魄散 池游想起当日 柱容忌体 玉卒之趣 千里追击燕子苏 便是因遇上一场暴雨 不得不狼狈赞退 听燕子苏这般提醒 心中灯是一袭 莫得又黯然摇头 穿阴桃 土性 火性的法术 我不过略知皮毛 又岂能克他 燕子苏在他头上 敲了个暴力 抿嘴笑道 呆子 你不会火足法术 难道还不会放火吗 吃油一冷 心中咯咚一响 燕子苏传言道 这里天干地糟 到处都是树木 白骨 正是放火烧山的绝佳之地 尝着眼下 那妖魔与白地对抗 无暇塌顾 快让你那几只火鸟出来 闲闲威风吧 吃油大戏 猛地将他勒紧 哈哈笑道 我真是个海龟蛋脑袋 不敲不破 亏得有你在一旁 别想 燕子苏眼眶一红 微笑低声道 现在还要赶我走吗 吃油此时狂喜心急 没有听见他的话语 拉着他高高跃起 川林掠空 力声喝倒 勿纳妖魔 快将我爹的真身还给我 否则 我就将你烧成突毛鸡 默念风印诀 红光闪耀 五支太阳屋 嗷嗷怪叫 冲天怒舞 呼 几团巨大的火焰 从太阳屋的回中 喷射飞旋 轰然打在黑衣人周遭的草木与士兵上 吃油大鹤声中 闭目真气 蓬然怒卷 清光纵横 木气生火 被他雄浑真气 这般击声 黑衣人四周 灯时燃起雄雄烈火 劈铺连声 火光冲天 半空那巨大的水龙 闪耀着淡淡的红色 数十具僵尸 在火海中怪嚎着 扑地摔倒 焦臭扑鼻 痴痴清响 无数七彩尸骨 从僵尸体内破肤飞蛇 纷纷错落 又如蜜语般速速跌落 焦枯扭曲 黑衣人哑声笑道 白帝陛下 我们在此赏月听河 切磋银绿 何其风呀 你何苦叫来这么个愣小子做帮手 焚琴主贺 大杀风景 古笛旋律 陡然下沉 急促隐喻 如急风冷雨 轰然巨响 水龙呼啸着 当空击响 数十道巨大的水箭 从中一射飞散 破空怒舞 闪电般击打在烈烈跳跃的火海中 火焰灯石熄灭 轰 那水龙当头怒激 巨大的气浪 冲涌猛撞 如山月压顶 尸游虽然嫖悍 却非一味鲁莽斗狠 身知一己之力 不能直取其分 况且眼下当务之急 乃是将妖魔元神 逼出父亲躯体 当下 阴势力倒 顺着水龙 破空气浪 朝外闪电反冲 堪堪避骨 饶势如此 当兄依旧如遭电击 眼前一黑 喉咙腥甜 心血漠然喷出 当事实 只听熏声呼止 白帝淡淡道 阁下叫来万千僵尸 难道 就不是大沙风景了吗 坑然长想 他周身白光闪耀 冲天而起 九块巨石 蓬然炸舞 在半空中急旋飞绕 莫得契合成巨大的石箭 石箭陡然 破空反转 炫光绕幕 如彗星横空 星河怒泻 朝着黑衣人 雷霆电射 允星流光破啊 耻油 骇然惊呼 抱着燕子苏 翻身 跃上太阳雾 不急调整内息 立即朝上方 全速飞冲 白帝当年纵横天下的神兵 原是金族的小九流光剑 由九块含金利铁组成 锐利无双 可以随意聚散离合 变化油心 传说当年 他以此剑误杀好友 悲痛之下 便将此剑抛入昆仑山中 某日夜观星象 忽有顿悟 改用九块流星陨石为剑 称大九流光剑 自创陨星流光破 威力精神气鬼 竟更胜从前的神兵利剑 吃油听闻久矣 今日终于能得以亲眼目睹 黑衣人怪笑道 白帝陛下不吹熏了 想要就此认输吗 古敌凄厉狂色 结结巴高 半空水龙横扫卷舞 荧光乱闪 斜卷烈地狂风 白茫茫一片 朝着那石剑呼嚎撞去 轰隆一声巨响 震耳欲聋 整个夜空似乎陡然扭曲 水龙轰然炸裂 石剑也莫得崩爆为九块巨石 冲天而起 光湖如涟漪扩散 气浪横飞 山摇地震 暴响连声 僵尸断木 草屑树叶 连带着山上崩落的滚滚巨石 发狂似的朝外飞撞乱舞 白地飘然冲天 食指捏绝 九块陨石墨的又化合为白光耀闪的石剑 雷厉风行纵横飞舞 朝着黑衣人急风暴雨似的进攻 他适才不动如窥然大山 此刻一旦行动 则如闪电霹雳 迅捷无匹 黑衣人吹敌依旧 笛声更见诡异气力 水龙滔滔冲天飞卷 将白地的允星流光破 一一格挡 两箱撞击 气浪崩炸 声势惊人 两岸原以龟裂的草地 登石崩塌飞撞 土石蒙蒙 万千行尸走兽 怪豪起脚 随着笛声莫的朝天怒舍 宛如无数飞剑 船集冲向白地 这些僵尸水银围涌 无孔不入 只消被他们抓破见血 则尸骨入体 必不可灭 石油怀抱烟紫素 骑成太阳雾 在汹涌狂猛的气浪中 陡然折转俯冲 五鸟呼啸 幽默地喷出数十团火球 顷刻间便将通天河左岸焚烧为漫漫火海 林间草地 诗鬼哀嚎 纷纷断舌倒地 灵光暴闪 燃烧起幽蓝色的火焰 无数的尸骨争先恐后的从僵尸体内冲射飞逃 纷纷纷葬身火海 狂风鼓舞 火焰如红蛇跳跃 姿似卷席 慢慢火光 映红了山壁和夜空 黑衣人盘膝坐地 对周遭之事恍若不见 扑扑低响 数十只九名尸骨 从他体内怒射而出 仓皇逃离 而他却浑然无视 哑声怪笑他 小子 你以为区区几把火 就能将我逼出来吗 呵呵 老子偏赖着不走 等你爹烧成骨灰 行神俱灭 我再走也不迟 说话间 故意将左手伸入 身前的大火中 吃的一声 轻烟缭绕 空气中 灯石弥散开一股 皮肉烧焦的气味 肉汁化作油水滴笼 那宽厚的手掌 灯石变得焦黑 几个手指尖 露出森森白骨 电 汁油湿声狂喊 又惊又怒 心肺险些气的爆炸开来 原以为这等大火 必可使得妖魔 无所对形 其料他竟丝毫不惧 反倒 质疑伤毁父亲的身体 这妖魔究竟是何方邪灵 破空飞旋而出 在月光下 疏得亮起独目金光 笔直地照在那黑衣人的脸上 金光璀璨 黑衣人周身陡然雪亮 献出一具森然白骨 乔宇仰天狂吼 似是疼痛一击 一道黑光扭曲闪耀 刹那间变换为无数面容 神色各异 陡然又重新化为一缕黑光 似乎要从乔宇头顶 破出飞舞 但又默得收敛无形 黑衣人哈哈狂笑道 白昭剧 我本是鬼界幽魂 你这金光照神镜 又岂能照出我真身 想要逼我离开这肉身 哪有那么容易 豁然身长 将那金光缓缓推移开来 吃油惊怒交集 一具更甚 白帝的金光照神镜 乃是金足神器 大荒芜大明镜之一 可以照出任何人的原神真实 甚至可以将其原神拔出体外 吸纳入镜中 成为游离舞界之外的孤魂 但这黑衣人竟此丝毫不受其害 就连世财献出的神识 也是多达数千 难道他竟是无数魂灵的集合体吗 想到竟连白帝的金光照神镜 也不能将这妖魔从父亲体内逼出 吃油心中悲愤黄怒 几尽绝望 脑海中浮光掠影 闪过父亲的殷容笑貌 闪过他与自己的诸多情景 心中矩阵 热血上涌 大吼一声 你奶奶的紫菜鱼皮 不顾一切的御风电冲 朝着黑衣人扑去 燕子苏大吃一惊 尖叫道 呆子 你想干什么 你别去 想要阻拦 夜已不及 莫得明白 吃油是想盛着 那妖魔的元神 与白帝的照神镜 沾着对峙时 以自己的元神 附入父亲体内 将那妖魔驱逐出去 但那妖魔真元之强 远在吃油之上 他这般冲去 即使能进入乔鱼体内 也必被妖魔元神打伞 甚至吞噬 吃油怒吼声中 已如闪电似的 冲到黑衣人的身前 黑衣人眼白翻动 冷冰冰的盯着吃油 拐笑他 尿急了 尿急了 竟自动送死来了 稍一分钟 金光炫目 照神镜的光芒 又震开他的手掌 闪电般照耀在他的脸上 黑衣人 莫得一震 周身扭曲 似乎被金光 陡然拔起 哈哈怪笑道 白昭剧 你也退小瞧我了 莫得抽出手掌 青阳拍出赤道 去吧 黑光怒爆几声 轰然撞向吃油 吃油早有防备 大鹤声中 大鹤声中 双手横刀 闭光从双臂 经脉直冠苗刀 真气爆炸 脆光怒放 如光轮击舞旋转 砰的一声爆响 气浪如狂 一轮紫光冲天崩舞 吃油低吼一声 喷血后飞 被那紫光重重抛入 熊熊火海 吃油原想以 玄光年轮转身泄力 尝试急速靠近 再以原神离体 机体大法冲入父亲体内 奇料 那妖魔 在被照神镜 漠然震住的情形下 随手一掌 仍有如此惊天之力 将它陡然震飞 燕子苏驱鸟电冲 将吃油从火海中救起 见它虽然一时动弹不得 但经脉完好 未受重伤 这才稍稍放心 金光闪耀 黑衣人一阵扭曲 如烟雾缭绕 陡然腾空 怪笑声中 力声吹笛 淡淡乌光真气 滚滚云集 笼罩全身 与此同时 水龙轰然卷扫横击 朝着白地滚滚劈去 寒风呼嚎 白光如雷电裂空 白地右手紧握照神镜 威威颤抖 左手捏绝 口唇息动 大酒流光剑 轰然怒扫 横空轮起巨大的荧光 光湖闪耀 重重积在水龙上 轰然巨响 水龙灯时油飞炸散 湛蓝色的夜空中 无数水珠银线 鸡舍飞扬 悠然洒露 方圆石里 犹如突降淋漓暴雨 就在白地分神捏绝 使出 陨星流光破的刹那 黑衣人乌光闪耀 哈哈怪笑 莫得双掌齐发 急速击在那 照神镜的金光上 两道黑光破掌而出 如波浪飞扬蹦舞 砰的巨响 炫光流舞 那道金光陡然弯曲倒射 电光石火间 回撞在照神镜上 扑扑闷响 白地周身巨阵 阳润如玉的脸上 陡然闪过一抹黑光 右手 莫一颤抖 照神镜 险些脱手飞出 白衣鼓舞 飘然冲天而起 黑衣人哈哈怪笑道 白昭卷 今日被这愣小子 搅了雅兴 半个月后 盘桃会上 我在与你切磋 切磋 切磋 音律 话音未露 黑影已如鬼魅般 破入水珠 纷扬的夜空 眨眼之间 便消失在鬼山的 峭壁 斗崖之地 漫天水珠 纷扬 飘洒 古迪凄厉 鸟鸟 未在 被暴雨似的水珠交扑 火势渐渐转小 万千僵尸鬼兵 在草地林间 茫然的彷徨片刻 纷纷嚎哭着 步入通天河 或钻入地底裂缝之中 吃油蛙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怒吼声中 挣脱烟紫酥 默地跳了起来 月上太阳雾 便欲追去 但全身冰冷 酸软无力 默地一阵摇晃 险些 从屋背上摔下 白地从空中斜斜飞掠而至 提着他的衣领 飘然而下 盘膝坐地 淡淡讨 小兄弟 你中了他的寒柄真气 快快调息化解 莫让寒气 进入骨髓心肺呀 双手飞舞 一股淡淡的真气 从吃油后背 辗转全身 那森寒之意 灯石烟消云彩 吃油心中悲苦愤怒 仰天狂猴 夜空寂寥 窘音 鸟鸟 过了片刻 心中那郁闷悲痛之情 稍稍疏解 吃油擦去眼角的泪珠 转身朝白地 拜了拜 大声道 多谢白地 相救之恩 白地 微微一笑道 小兄弟 你这身闭目真气 如此强劲 又有这苗刀 日污 想来 便是近来盛传的 与清帝转世 沈楼城 少城主 吃油喽 当今大荒武帝中 白昭具个性 最为平和淡薄 颇有飘然出尘的神仙之风 与长者企图 他清心寡欲 优雅谦和 遵从神帝 无为大智之训 以治国 百姓安居乐业 故深受世人尊敬 吃油虽非金族中人 但对他也颇为敬重 当下功声道 不敢 小子正是吃油 白地点头道 使财那位 便是乔城主的肉身吗 吃油眼眶一红 道 是 白地叹息不语 沉吟片刻 又道 小兄弟 恕我直言 令尊体内元神微弱 那妖魔元神又极是兄弟 纵使能将令尊救下 只怕 也命不久长啊 这话若是 出自他人之口 吃油必定 要怒骂不已 但出自白地之口 却让他猛得一阵伤心悲凉 适才他念力探扫 始终感觉不到父亲的原神 固知白地 所言非虚 只是阔别四年 与父亲方府重逢 狂喜未夷 实在无法直接 面对这残酷事实 吃油 强引 汹涌的泪水 哑声道 家父 乃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无论是生是死 他的躯壳 绝对不能让这等妖魔占据 白地点头不语 又沉吟道 这妖魔 不知是什么邪力 席内真元 惊听害地 却又庞杂不清 像是由许多妖灵 凝合而成 好生奇怪啊 吃油心下 凛然迷茫 以白地之见识与念力 尚且不能分辨出 那妖魔的来历 普天之下 只怕再没有其他人 能分辨出来了 大慌忙忙 他连那妖魔是谁都不知道 却又何去追寻妖宗 解救父亲呢 这时 东面空中 突然传来 嗷嗷嗷的怪叫声 瞬息 由远而尽 太阳屋 默然抬头 嗷嗷乱叫 扑扇着翅膀 大步徘徊奔月 明月当空 星辰辽露 峭壁险峰 如刀牙横空交错 一只赤头青鸟 闪电似的 从那白雪挨挨的 风顶冲过 在夜空中盘旋了刹那 末的 点冲而下 稳稳的落在白地的尖头 昂首 辟腻 那青鸟 尖惠黑惊 头顶 红毛似火 周身 轻语油亮 神气十足 披了吃油一眼 便傲然扭头 在白地耳畔 低声 鸣叫不已 吃油 心中一动 料想 他必是西王母的 三青鸟之一 却不知 他今夜 飞到此处 又带来什么消息 中太阳屋 见他神色傲慢 当时 大为不满 纷纷昂首扑斥 怒吼不已 被吃油猛的一声呵斥 方才 愤愤不平的 扭头 杏声 鄙夷的 凝视着青鸟 白地听青鸟 鸣叫了片刻 微微动容 当下 转身 坐一 淡淡 道 小兄弟 这位姑娘 白某 另有要事 须得先行告辞了 吃油二人 连忙 坐一回礼 白地转身 欲行 突然想起某事 回一转身来 朝着吃油 微微一笑 穿音道 舍被身为圣女 身份使然 石油不得已之苦踪 这四年来 千千多亏 你与拓跋太子照顾了 昆仑山上 咱们再好好相聚吧 吃油一愣 灯石明白 白地 白地既然知道自己 与拓跋也 自然知道千千的身份 莫得热血上涌 面红而至 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白地 白地淡然一笑 又道 小兄弟 人生如取悦 有高有低 有苦有乐 终有取中人散之时 此取终了 焰之不是别取起奏之日 无须太难过了 吃油知他是在抚慰自己 不必多想父亲生死 当下红着眼睛点头道信 生死有命 自己岂会不知 但明则明矣 那难过痛楚 却是难以自意 一阵冷风吹来 白地雪衣飘舞 乘风而起 与青鸟一起 飘飘动去 掠过滚滚的通天河 穿过大河两岸 俏立千镇的绵绵绝壁 在月光中越飞越远 逐渐化为淡不可变的白点 桃勋隐隐 随风沉浮 月光如水 大河奔腾 四周苍凉冷落 合着这悲怆取悦 更觉寂寥凄凉 吃油睁然而立 听到伤心处 泪水险些夺狂而出 焰子苏极少见到他 如此脆弱难过 心潮澎湃 柔情汹涌 紧紧地握住吃油的手 牵纸轻轻地摸索着他的手臂 仿佛要借此 扶平他心中的悲愈 启动或是比较来的